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十分震惊耶 因为以前我们都不知道他会玩什么乐器 天生只有三根手指 最难的不是驾驭弹奏技巧 而是 不懂得爱惜自己 我对我自己太苛刻 我一直都拒绝这双手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谈走身心缺陷换来多个祝福 他就说 妈妈 我不想现在回来 我要读完博士学位 很开心他又拿到了杰出青年奖 从小就认识我的朋友 一收到结婚卡的时候 他们个个都受感动的流泪 位于香港岛南面的赤柱 除了市集是游客必到的热点之外 美丽楼也是著名的观光圣地 美丽楼在1844年建成 原本坐落在香港的市区 后来因为中银大厦的建筑工程 这个历史建筑就迁移到赤柱了 美丽楼是香港硕国仅存的 古欧路维多利亚式建筑 而屋顶是由中式瓦片铺成 这一种柔和中西的建筑风格 是香港殖民地时期常见的建筑设计 在香港殖民时期出生的黄爱恩·康尼 自小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 但是他喜欢的不是中国民族音乐 而是西方音乐 他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毕业 主修钢琴 黄爱恩后来到美国深造 先后拿到民族音乐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现在在香港几间大专院校 教授民族音乐 老师应该是在教类似黑人音乐之类的东西 因为黑人音乐那种蓝调音乐 有些是渐进和弦的 那他马上就在琴 就三角琴的前面示范给我们听了 那时候我们十分震惊 因为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他会弹奏什么乐器 我们猜过会不会是敲几乐呢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是钢琴 当时觉得他弹奏得很好听 因为突然间觉得好奇妙 Conny的弹奏令学生感到奇妙和震惊 原因是他只有三根健全的手指 我出生的时候正常的只有这三个手指 就是右手的大拇指 小拇指 还有左手大拇指 其他这些手指是粘在一起 我的右手的手指很短 左手就更短了 全粘在一起 不过里面的手指骨是分开的 所以医生的做法是把我的手指分开 就是做切割手术了 从掌心的外边向内 沿着掌心切开 所以呢 正常的手就比一般人小很多 因为其实你看到我矫正后的手指 其实是我手掌的一部分 黄艾恩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染上德国麻疹 令Conny的手掌和脚掌 在出生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 很多医生来看她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为什么会让她这样 尤其是她的脚 医生说如果她的脚 这两三天血管长不到就要切除了 那一刹那我对护士说 可不可以不要她了 但是护士说不行 不可以 香港法律不允许 这是一刹那的想法了 后来再想一层 这孩子是自己生下来的 不可以不要 后来看见她几天之后 也没什么 脚也没什么 血管也长到了 因为手掌和脚掌发育不健全 黄艾恩经常要回医院 做脚型手术 从小学到中学一年级 每一个暑假 Conny都是在医院度过 回医院的那段时间 是非常之长的 是一个到两个月的时间 每年医生都要为她切开一些了 让她的手指能够活动 手术过后又要等伤口复原 等的时候整个暑假都过完了 每次为她分开一点 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又会捏回去一些 包裹着手跟脚全都是 所以呢 什么都不能做 十二岁差不多发育完了 那就不需要再做了 什么都不能玩 只是在医院里 或者在家里 还有电视机 黄艾恩十分喜爱的 电视动画片集的主题曲 就成为了她音乐天分的摇篮 这两个卡通片人物 他们的主题曲好好听 我就觉得以后长大 如果有机会 可不可以试一试 学会弹这两首主题曲 我的心愿是这样的 因为觉得起码我弹的时候 我会想起 我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 好开心 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喜欢 就驱使我去学习弹钢琴 小学三四年级左右 当时也不是要怎么样了 只是当作玩一玩了 家里就买了一台木的 也就是中国做的木的琴给她了 她玩完之后就很喜欢了 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 她就想学弹钢琴了 想买钢琴了 我就说不行啊 你读书重要啊 当时我很注重她的学业 我说读书要紧 如果你中学考上一间 一级的学校 我就让你学弹钢琴了 后来啊 她真的考上了 到了中学二年级 考你开始学弹钢琴 而且很快就考到第六级 到高中毕业 她凭着一份弹奏钢琴的热忱 决定投考大学的音乐系 其实面试的时候我好紧张 因为我知道能够进音乐系的同学 他们最低的限度都有八级钢琴程度 但当时我只有六级 我记得印象之中我好紧张啊 又漏弹音又弹错音 跟着呢我就记得有几位教授 坐在那里问我 你觉得你有什么条件啊 让我们可以取录你做学生呢 我印象之中记不起回答什么了 我只是说我好想学弹钢琴啊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了 我想啊 就是这一份热忱啊 以及单纯的心啦 就令他们破例要取录了我 黄恩不当可以进入自己喜欢的学系 更加碰上他钢琴弹奏的恩师 我就知道啊 我最基本的条件都比一般同学低了 我就这 就就硬直投皮了 就上门去就找老师啊 吴美乐博士 他见了我之后啊就说了 哎好好好好 我教你弹琴啊 他其实是我生命中一位好重要的老师 一位博乐啊 他教我的时候呢 常常常是跟我一起研究我的指法 有时候他会去起手指啊去模仿我的指形 然后呢就感受我的手指 哦原来你有个手指真的有些困难哦 不如大家一起去试试 几年的大学生涯很快过去 但是对Cone来说整个学习过程一点都不容易 能进音乐系啊 其实每一个都是精英啊 啊就唯独我例外 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啊 还未达到他们的水平啊 去到练琴室你就会感受得到 其实那种气氛是很有压迫感的 虽然 琴房是有 双重的门 但是能听见隔壁的人在练琴啊 啊为什么他们弹的曲目都那么深 但是我却还在弹初级的呢 我在练琴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啊常常看着自己的双手 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我缺几根手指 在弹奏的时候有好多限制 是弹不了的 原来我发觉 我一直拒绝这双手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欣赏香港的景色 你会被这个城市另一番景致所吸引 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两岸密密麻麻的建筑 中间贯穿的维多利亚海杠 远处还有山巒环保 这幅美丽的图画进入眼帘 这里是从太平山往北望的景色 太平山是香港岛最高的一个山峰 居高临下 高耸的大厦突然间变得矮小 攀得更高就有更远大的视野 为了进一步开拓音乐领域和视野 Conny在大学毕业之后 决定再到美国加州进修民族音乐 那他说要去读Master 只是读两年 两年之后就回来了 我就说好那你去读吧 当时他的祖母也不赞成他去的 很多人都不赞成他去 读音乐怎么能维生呢 每个人都这么讲 我说他喜欢的我正当的是 我一定会支持他 去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们就上三个小时的非洲音乐课 跟着就是三个小时的合奏 要学会欣赏他们的那种美学 过去我们学西方音乐 常常就把西方那套的音乐的标准 不知不觉放进去 如果用西方音乐的标准去欣赏非洲音乐的话 那你会发现他们的唱歌是走音的 为什么拍子是不准的呢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音乐这么古灵精怪 但是他们的这个美学当中 或者他们的标准 是很想每一个人都参与 在音乐的活动当中 所以我不理会是不是拍子不准 事实上他们也不是拍子不准 只是他们要表达他们的民族性 全部人都是全情投入高度参与 而不是个人主义 所以就一接触到他们的时候 就忽然间觉得自己完全不懂音乐 好像是零要重新开始 读了一年多之后 他说妈妈我不想现在回来 我要读完博士学位 我说你还要读下去 这怎么行呢你还要读 你的同学哥哥都已经工作了 你还要读 他说是啊我还要读 他很坚持 我看他那么坚持 我就让他读吧 华恩继续留在美国追寻他的梦想 在异乡生活期间 Cony觉得最宝贵的不是得到博士学位 而是对自己的残障多一分接纳 比如在每家生活你就知道了 一进屋就要脱鞋 会把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我以前从来不会让人家看我的脚趾 一定不会除了家人以外 但是到了美国就没有办法了 每一次进屋都要脱鞋子嘛 虽然知道 其实没有人会留意 但又好像觉得有人留意我的双脚啊 这双手 这双脚 都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接纳 去拥抱它 一直以来 我给自己很多无形的压力 我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苛刻呢 其实神从来不会这样看我 当时啊 我就是内心啊 不知道是不是在祷告 我说主 你给我这些脚趾 我能够走路 我应该学习感恩啊 我跟着呢 就慢慢去学了 譬如啊 每次到别人家里 去学习 连袜子也脱掉 我觉得其实在美国这段生活的时间啊 是我一段生命很好的重整的时间啊 去重整我的价值观 不是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啊 其实那学位真的很奇次啊 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和你们这么自由地去讲这些事 其实我是经过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的价值观的调整啊 才可以走到今天的地步 黄恩在中学时期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 有一次他上完宗教课之后 下课之后休息的时间 我向着天说 我说 神啊 如果你是真的 你可否解答我一个问题 就是 是不是像中国人所说的 是不是我父母或者是我祖宗做了些不好的事啊 让这个咒诅啊落在我的身上 如果你能够解答我这个问题 我就相信你了 我记得啊 在上圣经课的时候 老师有讲一段圣经 说到有一个生了瞎眼的人 居然问的问题 跟我一直问的问题一模一样啊 我好有兴趣知道这个故事 于是呢 我就去看啊 他的答案是 不是瞎眼的那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那时我听不懂这句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显出神的作为啊 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啊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答案 于是我二话不说 就在学校的一个布道会里面啊 举手绝志成为了基督徒 基督教信仰令Cony可以慢慢接纳自己 重拾自尊 而她对妹妹多年的妒忌 也是靠着信仰的力量得到化解 看她的手指很漂亮 又长又美 像我妈妈一样 我就知道我好妒忌她 为什么上天选了她是正常的 选我不正常呢 一个好大的对比啊 所以呢 我在很多的事情上都跟她争 而且要争赢 小时候就争玩就玩 大了就争衣服穿 争电脑用啊 争电话用啊 到我信了耶稣的初期 应该说不只是初期 是头十年 即使我读大学的时候啊 我们的关系都不太好 我都感到好沮丧 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 可是内心有那种不喜悦呢 对这件事我觉得很遗憾 也很耿耿于缓 直到我到美国之后啊 我们的关系啊 有一个好大的突破 开始啊 多了时间去思想 我跟妹妹的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啊 其实我应该跟她说对不起 所以呢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啊鼓起勇气啊 就打长途电话给她 对她说 啊妹妹啊 这么多年以来啊 我一直对你不好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不要介意 因为我以前啊 小的时候我好妒忌 你现在我明白了 我希望你接纳我啊 我啊 惊讶 她在电话里说 姐姐啊 我已经很久不恨你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以前经常向神祷告 为什么姐姐这样对待我 耶稣只是对我说 你继续去爱你的姐姐吧 因为我爱你 我记得我在电话中啊 不停地流泪啊 哭了好久啊 就这样我跟 这个妹妹的关系有了突破 今天华恩来到这间教会 分享她的生命经历 出生的时候 手指是粘在一起的 在场的人都被她的故事所吸引 你看见了 她很多手指都比我的长哦 现在教书只是华恩的副业 她的正职是四处见证神的恩典 很多人啊 就听过她的经历都很受感动 觉得原来这么艰难的经历 今天呢可以祝福这么多人 而且她切而不舍 继续她的生活 一致呢 很多人都感动落泪 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离开 当时认识她呢 是因为她的talent啊 三根手指可以弹奏出 如此美妙的音乐啊 那对我来说是很震撼 听到她的见证呢 就更觉得她了不起啊 这么厉害啊 我们有十根手指 弹的时候啊 依然有很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啊 但是她只有三根手指 却可以上台表演啊 我也邀请Conny和我到监狱去啊 因为我参与一些监狱传道工作 我们是到赤柱监狱吧 是赤柱 探访一些个终生被监禁的求友啊 他们都深深的被Conny所感动到现在 在写信啊 都有提到Conny啊 也有写信给你 他们在她身上 真的看见神的爱 神的荣光 我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 谢谢她啊 愿意站出来和人分享啊 因为有时候呢 人呢始终是因为 因为这些情况而自卑啊 觉得这样的事啊 不要拿出来给别人看啊 相信她和神之间有很多的 祷告啊 有很多的协定啊 有很多的 眼泪啊 最终呢 她都能走出来去见证神 这里是昂平360 是香港著名的缆车系统 缆车穿越大雨山和东永及昂平之间 全长5.7公里 昂平360是全世界最长的吊挂式缆车系统 坐在透明的车厢里面 从山脚攀升到山顶 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 Conny的生命旅程也由一点攀升到另一点 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她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在2010年 黄爱恩当选香港时大杰出青年 一年之后 Conny开始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早几年啊 她还没找到伴侣啊 我都有些担心 是啊 我们的相遇啊 是在一个布道会上啊 当时我是见证嘉宾 她是仇位 她啊 会不会啊 结的成婚呢 都有些担心 她是一个好真诚的人啊 很好诚实 也很踏实的人 那我 我也为她的婚姻啊 祷告了好几年 我好欣赏她 所以我们就慢慢开始发展关系啊 那现在她结了婚了 我就觉得 神在她的生命上啊 有这么大的恩典 我也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了 她又拿到结亲啊 我觉得 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里啊 别说在她身上 在我们家也很大 我们的结婚卡里面有张照片 就是她的手 就握着我的手 镜头对准戒指 我 我记得 有好多跟我很熟的朋友啊 从小就认识我的朋友啊 一收到结婚卡的时候呢 他们个个都说感动得流泪 他们看见 这已经不是一双 伤残的手啊 而是一双健全的手 而是因为 我 我 丈夫握在我的手上 他们看见 我的人生的旅程啊 用 迈进了一步 是因为上帝的那份爱啊 若去找 定会找到 埋没了的进落 弃下决心 靠他的指引 贴近他一项族人 或有欺负 或有孤独 我这一双手 原来 不是我靠你忘的手 其实 是上帝的手 驾驭在我双手之上 难关于让你 何本的不谁 靠恨手 也会心过 迷失 要话失措 不谁会上 女龙方 行伤心交代 Never see never He is the gift 所以我弹琴的时候 人们不是看见 我有多了不起 而是见到神的座位 是多么的奇妙 神又再向我讲那句话 就是 我要在你身上 Cony 显出神的座位来 只有三根手指的 黄爱恩 Cony 弹奏出一首又一首 动人的乐曲 他先天的缺陷 没有成为他放弃梦想的借口 反而是他突破自己 克服障碍的记号 而半岁多年 一直侵蚀他的自卑感 华恩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重拾尊严 可以慢慢克服 今天 华恩用他一双残缺的手 不但弹出美丽的乐章 更加弹走身体和心灵的缺陷 别人看为奏主的双手 竟然为很多人送上盼望和祝福 黄爱恩所相信的神 今天要赐福你 将生命的动力和尊严赐给你 请你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陆恩与之声的网页 跟我们联络 愿神赐福你 请不吝点赞福你 将电话失足不须费心如恐慌 盼上心交托 Never say never Never say never He is the gamer 不再被困所偷 将一切变更换上身躲 Never say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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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ah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